小红帽 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她的祖母送她一顶红天鹅绒做的帽子 因为她成天戴着这顶帽子 所以人们都管她叫小红帽 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 祖母生病了 你带一些面包和牛奶去看望她吧 小红帽愉快地答应了 临走时妈妈嘱咐道 不要走小路 小红帽不等母亲说完 就飞奔着跑出家门 一只狼在森林里 遇见小红帽 装作很热情地问道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小红帽回答说 祖母家就在三棵橡树的旁边 狼眼珠咕噜一转 想到一个坏主意 说道 小路上开了很多美丽的鲜花 你可以采一些送给祖母呀 小红帽听了很高兴 她把妈妈的叮嘱忘记干安静 朝小路上走去 狼一见计谋得逞 连忙跑到小红帽的祖母家 将祖母吃掉 然后戴上她大大的软边帽 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 小红帽拿着食物和花走进了屋子 祖母 为什么你的耳朵这么大 小红帽看着被帽子遮住的脸 觉得有点奇怪 那是为了更清楚地听到你讲话呀 狼回答 但是为什么您的嘴巴大得这么吓人 小红帽继续问 为了更好吃你呀 狼说完 就把小红帽一口吞下去 接着睡去觉来 一个猎人听过小红帽 听见里面 憨声像雷声一样亮亮 觉得很差异 走进去一看 发现赤品狼 举起箱就把他打死了 然后找来一把大剪刀 把狼肚子剖开 救出了小红帽和老祖母 从此 小红帽再也不敢不听话了 刚好 找一把小红帽 然后找一把小红帽 个个大门 让我说 第一个小红帽 尾箱